各位朋友大家好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拜登政府的高官终于第一次跟北京通电话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月6号 与中国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了电话 在此之前在2月4号 布林肯先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过电话 这样看来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 还是比对北京的态度更加友善或者积极一些 而且这一次布林肯和杨洁篪通电话 布林肯对杨洁篪的态度也是好像很不友善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通稿 布林肯在电话中对北京去施压 他强硬地说美国将对北京的行文问责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通稿 布林肯在电话中对杨洁篪是这样说的 国务卿布林肯今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 并向他传达农历新年的最佳祝愿 布林肯国务卿强调美国将持续为人权及民主价值挺身而出 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并向中国施压 要求其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 布林肯国务卿重申 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印太稳定 包括在台湾海峡的行为 以及削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行为问责 在美国方面发表的通稿来看 布林肯对杨洁篪说话似乎是很不客气的 特别是布林肯还用威胁的口气说 美国将对北京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 包括台湾问题上的行为要问责 那如果从个人关系来说 布林肯和杨洁篪也算是一个熟人了 布林肯在奥巴马时代 他是担任美国的副国务卿 2015年布林肯访问北京时候 就是杨洁篪接待他 这次布林肯对杨洁篪这个算是老熟人说话也不客气 看来整个美国对北京的态度确实也是变了 不过这次布林肯跟杨洁篪的通话 北京和美国双方报道的双方通话的内容是非常不一样 自从川普政府发起贸易战以来 北京方面跟美国方面发表声明时候 双方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 人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以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的通话 中美双方发表的新闻稿的通话内容不一样 也就不足为奇 但有意思的是 这次北京发出的通话内容 态度是出奇的软弱 就是北京自己方面发的这个通话稿 我们也看它是非常软弱的 那为什么说北京软弱呢 我们就看一个俄罗斯强硬的例子 拜登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 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在和杨洁篪通话之前 他是先跟俄罗斯外长通过电话 即使是这样 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也比北京要强硬很多 在拜登发表美国外交政策讲话 其中涉及到对俄罗斯所谓进攻性的言论之后 第二天俄罗斯官方马上就发表声明 就是公开表示他们对拜登讲话的不满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就向记者表示说 俄罗斯政府对美国总统拜登 对俄罗斯的攻击性和非建设性言论表示遗憾 俄罗斯总统官方的新闻发言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记者表示 克里姆林肯方面对美国总统拜登 对俄罗斯的攻击性和非建设性言论表示遗憾 佩斯科夫说 这是极具攻击性和非建设性的言论 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最后通牒式的掉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不会理会这类表态以及某种说教式的声明 也不打算理睬 那对于俄罗斯政府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呢 北京官媒也是以一个赞许的口吻来报道 北京就希望俄罗斯对美国强硬 这样第一是可以给北京自己打气 好像他们就有底气 可以和俄罗斯抱团取暖来对付美国 第二个就是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越糟糕 美国就会把压力放到俄罗斯那边 就会对北京降低压力 所以呢北京也特别希望俄罗斯和美国强硬 就可以替他们减压 但是呢北京希望俄罗斯对美国强硬的同时 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态度却很软弱 拜登发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当中 对北京的态度同样十分强硬 他把中国称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 他说了不少对北京所谓进攻性和非建设性的言论 但是呢北京没有敢评论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讲话 北京虽然也报道了拜登发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讲话 但他只字不提拜登关于中美关系方面的话 也就是进攻性和非建设性的拜登的言论 他是只字不提 北京官媒只是说呢 拜登在讲话中宣布了三个决定 终止对沙特的进攻性支持 暂停从德国处军 还有增加美国接纳难民的人数 他没有提到中国就是中美关系的部分 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北京官媒好像就是把拜登的这个美国政策外交讲话 当成一个和自己无关的第三者的新闻 淡淡的报道了一件 这样当然和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就差多了 那普京政府他是直接回应拜登的外交政策讲话 对拜登对俄罗斯的这些所谓进攻性和非建设性的言论 他就敢于提出批评表示遗憾 表示俄罗斯不接受 但是北京就没有敢对 就是拜登啊 对北京的这些进攻性和非建设性的言论 提出任何的批评 连评论都没有 他们只是假装好像没听见 这样的态度当然比俄罗斯就软多了嘛 我们再看这次北京官方关于杨洁篪和布林肯通话内容的报道 他是怎么说的 北京新华社的通稿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2月6日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杨洁篪表示 中美关系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 也促进了世界和平和繁荣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 中国政府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错误 同中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鸣的精神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杨洁篪他就先是说 北京很重视跟美国的关系 希望跟美国是不冲突不对抗 要合作共赢 杨洁篪还特别强调美国川普政府 所谓的错误的对华政策 他就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 重新让中美关系走上所谓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 其实这就是说北京再次表示 他们对拜登政府有强烈的期待 期待拜登能够对北京友好 新华社的通稿接着说 杨洁篪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当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涉港 涉疆 涉藏等事务均为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任何抹黑污蔑中国的谋途 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杨洁篪说的这一段话 就特别表现出来北京对美国软弱的态度 因为新华社的通稿里面他提到 杨洁篪和布林肯在电话里都提到了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这些都是说 杨洁篪其实向美国是喊过话的 说这些问题是不能提的 是北京碰不得的红线问题 但是布林肯偏偏就要跟杨洁篪 提到这些北京声称是不能碰的这些红线问题 我们看前几天就是2月2号 杨洁篪是怎么说的 当时杨洁篪就是向美国喊话 等于说是给美国划一条 是不可跨越的政治红线 2月2号杨洁篪在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一个视频讲话 他就强调中美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 也是安理会成员 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但是杨洁篪也在谈话中 就给美国划一条红线 说是美国这些红线是碰不得的 杨洁篪在2月2号说 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等议题 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主尊严 牵动十四亿中国人的民主感情 是碰不得的 也就是杨洁篪事先就警告美国方面 你不可以和北京谈什么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这些话题 如果你谈这些话题 就是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就是涉及到中国的民主尊严 甚至是涉及到十四亿中国人的民主感情 这些话是碰不得的 但是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和杨洁篪的电话当中 他偏偏要和杨洁篪谈北京 这些碰不得的红线问题 就是要谈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问题 这等于是说 对杨洁篪几天前的警告是打脸的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中 杨洁篪和布林肯的通话 有关布林肯到底说了什么话 布林肯说话的内容 他只有两句话非常含糊的报道 新华社的通稿说 布林肯表示 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美方愿同中方发展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布林肯重申 美方将继续奉起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一政策没有变化 双方同意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系的国际地区问题 保持联系和沟通 那就是说 新华社的报道 布林肯好像只说了两句话 当然布林肯肯定不会说这两句话 北京官方的报道就把布林肯 他对北京说的那些态度比较强硬的话 就全部都删去 只留下那个对北京相对比较友好的两句话 也就是说布林肯对北京放的这些狠话 北京都不敢报道不敢提 那这样北京和俄罗斯这种态度就差很多了 俄罗斯官方就媒体就报道了 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普进行变化交谈 就是说俄罗斯说 布林肯就提到了当前俄罗斯的 这个所谓反对派领袖 纳瓦尔尼被俄罗斯政府关押的事情 俄罗斯的新闻还说 俄罗斯外长就纳瓦尔尼这个案件 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并说美国必须要尊重 俄罗斯的法律和司法体制 那就是说 俄罗斯的媒体也提到了 说美国政府布林肯对俄罗斯 有不友好的谈话 也就是说提到了 他的所谓是现在的俄罗斯 这个反对派领袖的问题 那么对这个问题 俄罗斯的外长是进行了反驳 而且俄罗斯外长 他的态度也表示很强硬 他甚至对记者表态说 如果他们美国认为 我们会表现出冷静和软弱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北京的新闻报道中 他完全不敢提布林肯说的那些不友好的谈话 好像布林肯对北京的态度十分友善 这就是北京不敢对美国的新政府表示出强硬 这和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就差了很多 不久前缅甸发生了政变 无意中就成为中美两国直接冲突的第一个难题 因为美国方面 他已经对缅甸军方的行动定性叫做政变 他要求军方立即要释放王三书记这些人 并且还扬言如果缅甸军方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就要进行制裁 但是北京官媒却报道说 缅甸军方的行动只是对政府的一个大改组 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政变 所以说在缅甸问题上 中美双方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 美方就认为缅甸军方的行动就是一个非法的 但是北京对缅甸军方的行动 他是不做评论 等于就是默认他们是合法 那么这一次国务卿布林肯和杨洁篪的通话当中 布林肯也要求北京要谴责缅甸军方的政变 但是遭到了北京方面的拒绝 北京方面声称这是缅甸的内政 我们中国是不干涉的 但所谓不干涉其实就是默认缅甸军方的政变是合法的 所以将来北京在缅甸问题上就会和美国新政府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冲突点 那么就看这次拜登政府怎么来处理这个缅甸政变的问题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